哈嘍 周爺 得罪了放下 還想走 超代宗女星對中國央視白臭臉 晚饋滑貴吧 這位中國女星周爺超代宗 竟然敢給央視記者白臭臉 抖映昨晚舉辦電影 奇遇夜活動明星起居一趟 被成為六公主的中國央視 CCTV6電影頻道 記者守在後台讀明星沒想到 哈嘍 周爺 以上而令爆紅 由小張子儀封號的 演員周爺完全無視央視 六公主不爽的放在官方抖音 給網友們公審喜到成為熱搜冠軍 粉絲趕緊幫忙澄清 當下沒有拍攝拍子的周爺 以為是在待拍才沒理會 六公主又貼出影片 打臉時有貼牌子的 哈囉 喬哥 接著官方抖音 繼續放其他明星親切 打招呼的影片 也要跟周爺形成強烈對比 哈囉 美女嘉嘉 你好 好美啊 對 我們是關斗 前攤 咖啡的 是 耶 耶 又碰到了 有中國網友覺得利用官媒公審實在很玻璃性 也有網友擔心得罪六公主之後的巨要 pok了 畢竟上一個得罪央視的事 我 魏英諾 天生脾氣暴 不好惹 不好惹 吳錦岩六年前以 演習功率爆紅後 通告排泰滿 竟敢跟六公主 該訪問時間地點 氣得六公主發文 審判封殺 嚇得吳錦岩 趕緊劃歸道歉 七個月後才接近上節目 網友也宣周爺 趕緊劃歸道歉吧 得罪的方向 還想走 沒那麼容易